姑娘们,在生活中你会发现,有的感情长久永固,有的感情朝不保夕,关键还是在于感情的热度,你该如何经营并维系好感情呢?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,和自己爱的人厮守终生,那么想要这,我们应该怎么做? 在一段感情中,一开始肯定是浪漫甜蜜,但热恋一过,似乎很多情侣归于平淡,吵吵闹闹也就貌似多了起来,吵闹中处理不好,矛盾一来,也就会容易引起感情危机,想要让感情持续保持住热恋感觉,你需要的是不断提升你自己的吸引力姑娘。 在热恋的时候,你男友对你什么都好,都可以,你们刚在一起,各方面都是新鲜的,自然也就很有兴趣,并且很小心翼翼,随着时间的消逝,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双方的存在,这时候双方就会慢慢觉得没有新鲜感了。 你也就很难要求对方投入同样的的精力进来,这样一退,情感也就冷淡了。 姑娘们,你们不要觉得一段感情开始,就是一辈子般,能一辈子的感情都是离不开情感双方的共同经营的。 你需要提升你自己的吸引,让对方已经熟悉了现在的你,习惯了现在的你的时候,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你的时候,你焕发不一样的魅力。 这对男孩子来说是致命的,他也就会发现新大陆一样,越来越了解更多。 一森情感左目老师曾说,保持良好的身材,改变外在的吸引力,保持良好的习惯,不要将自己的缺点或者男人讨厌的一面暴露在他们面前,请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持好形象,保持良好的气质。 一个女人要想有吸引力,就必须形成优雅的气质。 女人越有气质越有吸引力,在一段感情中,只要你能持续保持吸引,你们的爱情自然也就会越来越稳固。 当然如果遇到情感问题,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,老师为你解答。